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如果要咨询我 出品的XLVBA视频教程 今天我们学习第七课 单元格的简写方式 除了前面讲的Range Sales单元格区域的 引用方法之外 它的表示方法之外 还有一种简单的写法 那么这种写法更简单 它的写法是 直接中括号 一对中括号 在中括号里面就写单元格的地址 就可以了 单元格的地址就行了 然后注意中括号里面的地址 并不需要双印号 也就是这个地址并不需要 像Range一样里面打双印号 不需要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简写的几种方式 如果对一个单元格进行引用的话 我们就直接中括号里面写个A3 表 select 是不是选择了 然后像第二个 选择一个区域的话 像这个是B2到C6 就是这个区域 就这么写就行了 如果是多区域的话 中间就用括号就行了 比方说我要同时选择A3 B2到C6 然后B8到B12 单元格 那么你中间就用逗号把它分隔开 就可以了 像我们前面的Range一样分隔就行了 Range运行一下 是不是 一个 两个 三个区域 再看一次 是不是 区域 然后如果是整行 这个是整列 整个A列的话 你就写A到A A冒好A就可以了 如果是整行的话 1冒好1 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几乎不用在 不是几乎 就是不用在前面加任何的东西 不用加Range 也不用加Sales 这样简单的表示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的 这种简写方式的话 它也支持一种自己的引用 像前面一样 比方说B2单元格 到C6单元格 然后 然后后面加一个什么样呢 一个单词 AIDER 就是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编号 那么是三 相当于这个区域里面 它的第三个单元格 那么B2到C6 B2到C6 第三个单元格 那么是123这个呢 还是123这个 预写下就知道了 是不是这个 这个 那么它的写方 就跟我们下面这句一样 Range B2到C6 然后 AIDER 然后3 是不是 那么 这个3的话 这种写法的话 实际上可以这么写 我可以这样写 行吗 这样写 看一下 是不是 也选择了这个单元格 说明它加与不加 加不加 这个都是一样的 前面的话 我们讲的实际上是什么都没加 但是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 是有一个什么样 属性在这里的 只不过呢 它默认 默认是这个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忽略 不写了 我们说到这里 前面这个能不能忽略 也就是它可不可以也这样来做 你可以预计一下 这个就不行 这个必须上 必须就全部 要把它写完 才可以 看是不是 这样才可以 否则就会像刚才那样出错 那么 现在这两句是一个道理了 一个道理 一个意思了 那不过 简写的方式 一定要写个全称 一定要把它 这个省掉的 缺省掉的 给补上去 好 下面最后一个 B2到C6 然后 有这种方法 也行 然后 第四个单元课 第四个单元课是这个 第1 2 3 4 对不对 那么 它实际上就支持 这种方式的写法 和这种方式 那么这种简写的方式 它不支持 注意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动态引用 动态引用 前面 我们实际上 写过了application 然后.count a 那么这个 引用的工作表函数 进行 非空单元的技术 前面我们写的 range a到a 现在我就简写了 直接a到a 中括号里面写 A到a就可以了 那么它的结果 它是不会变的 先往这边来吧 把它放小一点 看一下 是不是 13行 然后6列 没问题 只不过用的简写的方式 来表达的 行和列 然后这个 下面这个呢 要注意啊 这句 这句 我并没有用什么呀 用这个sales 而是用的rent 这种来做的变量 前面这个就是a1单元格 到13行6列 但是这个13行6列 那么这个a每变 对不对 13 那么前面这个列标的话 我改变了一下 写了64加b 也就是64加b的话 加这个b 就是加上了6 那么相当于是70 对不对 对于这个 结果 70 那看 70的话 后面加了个char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它是什么意思的 实际上 这个函数是将 这个数字编码 对应到一个字符的 一个转换的函数 那么 我们可以切换到 工作表3来 可以看一下 比方说char 这个 17 它就会出来一个什么样 这个三角符号 如果学过 这个函数的 就知道 它跟这个函数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根据 这个电脑里面的什么样 数字 发挥一个字符 那么 70的话 为什么是加上64 我们说一下 因为64 看这里 64开始以后 后面都是什么样 都是字母 现在 我64加上这个6 等于70 那么70刚好就是怎么样 这个 它对应的字母是F 是F 就相当于 这个最后的结构 是什么样 就是F 就是F F 这个13 那么就相当于是A1到F13 A1到F13 我们看看 是不是 F列 13号 13号 所以看 F8 就可以了 A1到F13 就定位好了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把这个论题 不论它是行是列 我都可以用变量 是不是看到了 但是这种表达方式 明显的就比较麻烦一点 比较麻烦一点 没有前一节课 我们讲的用Sales 直接把这个变量写在里面 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还要通过 这样那样的转换 看起来就相当麻烦了 所以建议大家不用这种 那么 我在这几个用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为了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方式很麻烦 尽量不要用 尽量不要用 然后第 下面这个 最后这个 我们看了 关于这个差函数的话 它可以做一个循环 就是1到65,535 那么我们对这个 1到65,535的每个数字 做了一个转换 那么I嘛 对不对 转换 转换成所对应的字符 那么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 实际上是通过 这个词过程转换的 第一列显示它的数字 第二列显示所对应的 数字所对应的字符 这样有个对照表 那么中文 英文 汉字 数字 都包含在这里面 看是不是 我们学的汉字这些 都包含在里面 可以个对照表 那么这个呢 用的也不太多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么这两句话呢 也挺简单的 相当于我们 对这个什么呀 单元的引用做了一个运用 就是Sales做了一个运用 那么 这几课我们最重要的是 要掌握什么样 它的简写的方式 可以怎么写 然后它的有些什么特点 它支持着自己的引用 要怎么写 下面这个的话 可以做个了解就行了 好了 这几课我们就讲解到这里吧 同学们再见